林昌平说为什么之前连上只要有人办理不适服 连长就会直接取消他的外散架八价 其实他退伍 其实我自己是不会这样 那你说这个连长可不可以取消他的外散架架八 其实可以 因为这些都是主观材料权 这时候就是主观材料权 那今天主观呢 只要随便用一个很小的原因 他都可以让你不要外申诉 不要谣八休 这都可以 因为他是主观 那我自己是不会这样 因为呢 我觉得我为什么不会这样 我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他在还没有核定不适服之前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自愿意人员 不是吗 他还是自愿意 你不是说我办理了不适服之后 我就不是自愿意 他还是自愿意 对不对 他还是拥有自愿意的相关的福利 这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那请问 他身前不适服之后 他就没有做连上的事了吗 不可能啊 你叫他去扫地 他还是去扫地啊 你叫他去站大门 他还是去站大门 那为什么 不能让他外申诉 你说 他办理不适服 整天没事干 躺在那边滑手机 那没关系 你连长要让他不要外申诉就不要 你不要让他发腰疤 也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想一想 他在办你不适服的这段期间里面 他都还在做事 他也还在领自愿意的钱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外申诉 你为什么不让他修腰疤 这有问题啊 所以我以前完全不会这样 因为他的身份还是自愿意 直到他人令升教的那一天 他才不是自愿意 那他自愿意需要享受到的所有的福利 他都应该要享受啊 除非他真的没做事 他就摆着摆烂了 我就是身情不适服 怎样连长叫我做事我不要做了 怎么样 有种你把我法办啊 如果他是那种态度的话 你大可不要给他外申诉 大可不要给他腰疤容易假 我都同意 但是如果这一个人 不管是士兵士官或者是军官 他虽然办你不适服了 但是呢 他所有的工作都还在执行的话 我是觉得你一样要给他外申诉啊 你一样要给他这个腰疤架啊 如果他表现好的话 你一样要给他腰疤架啊 所以有一些那种连长 就是小鼻子小眼睛 因为呢 有的时候啦 我说有的时候啦 连长的上一级的主官 或者是上上级主官 会不太认同这个连上 有人办理不适服 因为那些长官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连长有问题 不然为什么各单位都没有办理不适服 就你这个单位有人不适服 是不是你连长的问题 虽然有可能不是这个连长的问题 也不是这个部队的问题 或许是招募员的问题 但是长官不会想那么多 长官只会想说 哎 你连上为什么有人办不适服 你这连长有问题 所以有一些连长小鼻子小眼睛 然后没有哑量 所以呢 他可能会使出这个方式 不让你外散述 或者是不让你腰八实施休假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你要报这个连长 你也报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主官材料权 外散述是主官材料权 荣誉价的给予 也是主官批示的 所以呢 如果他真的不让你这个外散述 或者是不让你放腰八动动的容易假 也是可以哦 连长没有错 他只要有一个室友 就可以了 今天例如腰八动动 他就把你弄成正常假 随便一个原因 服衣不整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要连长批示了 那个动发假的前程 你就是放动发了 所以外散述跟腰八假 这都是连长的权责 所以呢 如果这个连长小鼻子小眼睛 有可能用这种方式 对待那些不适服退伍的人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目前的规定就是这样 腰八动动 休假的荣誉价 以及外散述 都是主官的权责 都是主官的权责 是 这个其实要看主官的 像我就不会啊 因为我一样都放这个外散述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还是觉得虽然他要退了啦 但是他还没有生效 他都还是职愿意的人员 那如果呢 我们再举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 如果今天全联除了直期以外的人员都修外散述 这只有他留在营区 说不定会出事 我跟你讲 对啊 他搞不好心里难过啊 大家都走了 我跟大家表现一样 为什么我没办法走 或许会出事哦 所以我是觉得啦 你有差他的外散述吗 你有差他的腰八架吗 没差啊 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放腰八 是不是 为什么不让人家外散述 或许哪一天真的出事了 你连长绝对有责任 我不会骗你 一个单位死的人 我不相信你 你没有责任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啦 像我自己呢 针对那些要不适服办理的人员 我是真的不会去 call call他们的外散述 或者是call call他们的农意价 除非他这个人真的烂到爆 只要有在做事的 哪怕你每天都在扫落叶 我也让你十四外散述 我也让你要不要休假 你至少有在做事嘛 对不对 你至少有在做事啊 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各级主观 针对于不适服办理的退伍人员 还是要以正常人去对待他们 这样比较公平 怎么了 8.2.6.0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 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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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阐述你的想法是不是 你要阐述就阐述吧 我这个聊天室就是这样 你只要不要说到暴力 社群政治 我是不太会ban你啊 但是我们这边的人 就是我这个聊天室里面的人 就是蛮有国家忠诚度的了 那你如果说了这些 我相信大家没有一个人会被你牵着走 因为我的粉丝都是跟我一样 一切按照规定的人 所以呢 像你这种人来我这边洗板没有用 因为抓不走我们的心 你只会让我们看到那些字很讨厌这样而已 你要从我这边把人吸走 那是不可能的 会来我这个频道的人 不可能对国家不忠诚 因为我这个频道虽然是国君的频道 但是呢 我里面所说的都是一切按照规定的相关作为 所以呢 他不可能被你这个 你这个人拉走啦 所以你可以写没关系啦 但是呢 你在我这里也是北辽纲啊 北辽纲你怎么知道 北辽纲啊 你要的话去别的地方撒野 不要来我这里撒野 因为你不会赚到任何一个人跟你走 好不好 你要撒野是可以啦 但是我这里的人对国家都是忠诚的啦 你要就去吴施淮那边 看有没有办法拉走几个人 你在我这里没有办法 我这里的人 都是依规定在执行各项事务的人啦 所以呢 这个也拉不走啦 也拉不走 那你要继续放屁你就放屁啦 我不会理你 我讲啦 你只要不要暴力 你授起政治 我大概就不会把你BAN掉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我还是要 melhor 这一切完全植物的